清明古语 锦香莲 进种春耕 莫持盐 眼下我省各地抢抓农石 水稻育苗 大田耕种都已陆续展开 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春耕被耕的热潮 央好一半和 苗好七分收 在银口大石桥市水源镇水源村 银口天狱稻业有限公司 一大早就组织当地村民 开始今春稻肿育苗作业 我们刚刚从海南领水分植育种中心回来 今年我们带回来了一千余份的新品系的材料 在咱们北方做选育 经过了这几年不断的努力 我们通过这种南方北育的模式 选育了九个新品种 通过了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的审调 银口市由水稻育种企业9家研发中心2个 先后培育出育稻时期 稻原香酒等优质稻品种14个 推广面积100万亩 产值24亿元 除了选育优质稻种 我省还在育苗技术上下功夫 在盘景神州卧梁农业种植公司的种植基地 技术人员正在指导农民 利用草碳土机制和有机底肥进行规范化和工厂化育苗 因为采用科学规范的种植标准 生物有机的育阳机制 确保了苗奇苗状抗病能力强 为水稻风产风收奠定了基础 全都是自动化管理 根上开始抓质量 从育苗开始用的是有机肥 土也是有机土 连日来 我省大田鸡羹整地作业全面展开 马铃薯等一些早播作物也进入了播种期 在大连网放电视泡芽乡 大型农机正在重粮大户孙基城的大田里 进行深松整地 为减小疫情影响 当地农机合作社 充分调动本地农机手 甲班加点 为农户开展代耕代种服务 在葫芦岛新城市大寨满足乡花营村 农民们依托皮林六股河的地理优势 投茶种土豆 二茶种萝卜 这样的种植模式 让许多种植户都尝到了甜头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在张武县张古台镇三家子村 人工牧草示范基地里 播种机来回穿梭 拉开了今春燕麦播种的畜牧 总面积800亩 预计4月下旬 实现负率 既有效恢复地表植被 起到制杀故土作用 又可拉动炒制畜牧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卧生有序推进春耕生产 截至目前 全省已完成 积耕整地582.7万亩 播种农作物 111.6万亩 全省水稻御秧 预计面积7.2万亩 目前已御秧2.08万亩 全省春耕物资 已备时288.07万吨 占需求量九成以上 本台报道